各位Youtube跟戰地好友 還有我的臉書好友 大家好我是Tito 那高興回到戰地風雲的系列 今天我要講的是比較不一樣的 我們目前在看小A的最新的影片 他有提到就是說 他拒絕跟在2017年 拒絕跟Youtube的戰地社群網站合作的一些細節 他有提出來這樣子 我個人是非常的認同 我非常的認同他講的一些話 那我不能完全算是小A的粉絲 但是我不得不承認說 他在我玩戰地系列這一段時間來講 他算是我的黑暗中的一盞明燈 光明的明 不是幽明的明 那個明就是光明的明 一盞明燈 他讓我玩戰地系列呢 他有讓我有一個大概有一個方向在 因為一開始說我玩戰地風雲的時候 沒有人教我 然後我光看一些UP組 那個Youtube組他們那些 他們一些打法跟教法 我超不太出來頭緒 可能是那時候我玩戰地的沒什麼經驗 我不知道怎麼下手 然後我不知道怎麼用一個新手的玩家去接觸 一個戰地系列來講的話 那 以下講的一些東西 並不代表所有人 僅代表我的觀點 那 我不是在捧小A的大腿 因為我跟他沒有任何的關係 只是說我很感謝他 他至少讓我 在 花這些錢去玩戰地系列的時候 有時候我覺得我花的值不值得 我覺得這個還是重點 而且他也講到 他也在影片他有提到說 我們要有獨地一個思考 不能說因為看到你某些預告片 你甚至你遊戲都還沒有碰的時候 然後你就開始在講說這個遊戲是怎樣怎樣 我覺得他的觀點是非常的好 非常的客觀 那非常有自己的思考的一些能力 這也是我之前我的影片 我特別再三的一直在強調這一點 就是我們不要隨波逐流 你可以逆流而上 但是你千萬不要隨波 因為一個成功的人 跟一個失敗的人 最大的差別就在於說 一個成功的人 他會逆流而上 一個失敗的人 他會隨波逐流 那 我希望 我包括我的一些 小小的少部分的那些訂閱者 有在看我頻道的那些訂閱者 我不希望你們是隨波逐流 我希望你們是逆流而上 就是你要有自己的觀點 你要有自己的見解 那就是說 小A的這種精神 其實讓我很感動 他不會因為 他不會因為 現在目前的資本主義的一些趨勢來講 然後就被左右了自己的本身的思考 我這一點我是非常的感動 這真的是算是我們 一股清流 我不得不承認 如果今天是我的話 我 或許我未必做得到 因為 就是 擺在 擺在你面前的 糖果 的一些資金 一些東西 你一定會 心裡會多少會受一些誘惑 那現在那個某一些 我也不要講誰 某一些 推特主 直播主 然後他們那些人的話 他們 我相信他們一定有收到 一些的 我合理的話 也不能說相信 我合理的話 他們一定有接觸到 EA的一些好處 所以他們才願意 他們才想 他們才希望 大肆地去宣傳 戰地2042 那甚至 有個 某國外的直播主 我特別強調 是某國外的直播主 當時他在 戰地5 Open Beta的時候 他居然就跟人家講說 這是一個很完美的遊戲 戰地風雨 這是一個很完美的遊戲 然後呢 當戰地5停更的時候 他的頻道呢 就沒有戰地5的消息 就跑去玩 戰地3 跑去玩 戰地4 然後跑去玩 Call of Duty 然後就跑去其他的 其他的某某的 設計遊戲 玩完之後呢 然後他又跟我們講說 戰地風雨 什麼 他講英文好像是 He was the broken game 他是一個很破碎的遊戲 我印象非常的清楚 他居然講這種話 他是一個破碎的 殘破不甘的遊戲 你竟然敢在講這種話 所以我從那一刻開始 我非常的不屑那個 直播主 我非常的不屑 他是一個國外 他現在還在 他現在還在 他居然反過來說 戰地5是一個破碎的一個遊戲 那 你們現在思考一下 我之前我曾經聽到的 現在捧戰地2042的 那一些人 這這個模式 是不是跟當初捧戰地5的 模式是 大概是如出於側 大概就是那個樣子 你要捧 你要捧 我也覺得很 我也覺得很奇怪 其實小偉說出 我心裡一直想講 但是我又不敢講的話 我又不知道怎麼去表達的話 他已經講出來了 你們可以去看 我知道我的訂閱者裡面 裡面有去看的 講得很好 講出我心裡 一直很想講 但是我又 不知道怎麼去講 我不是不敢講 我是不知道怎麼去講 因為 畢竟小孩是前輩 他去講的話 可能會更有說服力 我不需要 就是說說 現在 現在 就台灣來講 台灣 大部分 大概知道 也就是 只是固定那幾個人 就是固定那幾個人 在那邊講 就是比較知名 其實我不用講 大家也知道 今天你的知名度 也算是滿 你們的知名度 算是滿高的 可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 你們也沒辦法用一個很客觀的角度去看 戰地風雲2042 你們只是 就是如同小會講 你們只是光看了預告片 然後光看官方的文宣 然後開始在那邊 鼓吹戰地2042 未來一定怎樣怎樣 一定說說 會怎樣這樣這樣 但是 你實際有接觸到遊戲嗎 沒有 你只是看了 就是說 如同小會講的 就是EA跟DICE可能會給你一些 一些 一些福利 然後 開始讓你大致去宣說 更有一個 某個 直播主 我都懷疑說 EA跟DICE有贊助他 就是在他的影片廣告 他的遊戲廣告裡面 就是大致在打 EA跟DICE的LOGO 就是我在懷疑說 他是不是有 就是說 EA有贊助他 我合理的懷疑 因為我沒有證據 但是我們可以 用很懷疑的眼光 去看這個 去看這個 這件事情 因為說真的 現在遊戲 坦白講 射擊遊戲 不差戰地 戰地系列 Call of Duty 其實玩的人也不少 而且你看一下 人家那個動視 動視 想要動視心理的動視 動視他們對 反外掛這部分 人家是做得很好 人家不會輸給 不會輸給 那個EA跟DICE 人家是動視暴雪 人家這一方面 人家這一方面 人家這一方面的話 為什麼 動視暴雪可以做得出來 那EA跟DICE 你們沒辦法做出來 外掛是一個問題 微型消息也是一個問題 所以我在之前的影片 我都已經有特別的提到過 這個是 這還不是小A跟我講 只是那時候 我已經在懷疑說 我已經在懷疑了 戰地2042 有課金 可是後來我證實了 戰地2042 的確是有課金 再加上 你們看一下 我左上角這邊 這是EA的 2022年的第一季的財務報表 EA的第一季財務報表 這晚一點 我會把它翻譯成中文 這是電話的財務報表 那上面有寫到就是說 納斯達克EA的一些人 一些人 那上面有提到就是說 他有這些人的 這些人的所有的內容 所有的內容 這是8月4號第一季的財務報表 我現在我有稍微再看 這些東西 我可以拍胸脯的跟你們講 我剛剛分享 SHARE給你們那些東西 現在目前的一些網站 中文社群網站 然後一些其他的論壇 他們不會跟你講這些東西 而且他們或許也不知道跟你講這些東西 為什麼我願意講 第一 我比較有時間 我必須承認我比較有時間 第二 我敢講 你們既然那麼喜歡聽官方講 認為官方說的話就是甚至 好我就把官方的話 拿出來去讀你們嘴 EA的CEO他自己講 戰地信念兩年會有一次新的新作 他們自己講 他們已經在那個電話的財務報表裡面 他們自己已經講出來了 那你看一下之前我的文章裡面 就是說別的網站裡面 他們已經有結局那一段 我去看了一下原文 的確 CEO EA的CEO 安德衛宣 他自己講出來 兩年會出戰地新作 那就是間接的證實 戰地2012 他的壽命 大概就是兩年 就不動了 當然 玩家可以做自定義的一些東西 可是說真的 就我這幾年玩戰地系列 我發現到一件事情 你怎麼跑 你怎麼玩 就是固定那幾張地圖 你絕對不會說 全部所有的地圖都玩 那是不可能的事 你大概怎麼玩 就是固定那幾張地圖 戰地亞民 每個人 每個人 每個人都在走亞民 阿爾共森林 就是 幾乎都是會在玩 主城市的地圖 很少人在跑資料片 所有的戰地系列都一樣 我發現到這一點 即使你的地圖 你的地圖 你的場景開的 再怎麼多 再怎麼大 你大概玩就是固定那幾個場景 當然新的場景 你會去體驗一下 但是 玩家最終還是會回到 原來 我們在跑 那場景 我告訴你講 戰地1的亞民 大家是不是幾乎每次都在跑 戰地1的亞民 第一遊戲那些 那些片子 那些場景 很少人在走 並不是沒有 很少人在走 大家都還是在往主城市的遊戲去跑 因為 對我們來講 第一遊戲只是一個 附屬的一些東西 但是 我不得不承認 戰地1的第一遊戲 他們那些東西的 的 完成度做的 做的很高 這我不得不承認 再來就是微型交易 小愛說都沒有錯 戰地1的時候開始出現微型交易 而且是 雖然你可以去農 你可以去換 但是 相比對我們來講的話 我們 對我們來講的話 這個觀點是實在 真的是很不好 的確是很不好 戰地1的話 他不是很強迫玩家去 搞微型交易 可是 自從戰地1之後 到戰地5 戰地5是很明顯 戰地5是很明顯 那為什麼我會對戰地5的話 我會 特別的 我特別的 會去想要去噴 那幾個 up組 那幾個直播組 我為什麼會特別想去噴 那 戰地5成為他們心中的痛 因為 當玩家在講戰地5的時候 他們就不敢講話 他們就不 所以當你們 在他們面前提到戰地5的時候 他們有時候會惱羞成 就 就如同之前 某個人這樣子 我也不方便講誰 我也不方便去講誰 那 戰地5一開始的時候 我是豪華版的玩家 我是豪華版的玩家 戰地5是豪華版的玩家 我戰地1是豪華版的玩家 戰地5是豪華版的玩家 戰地3、戰地4 我都是買豪華版 我都是買豪華版 我就買那個最貴的那個版本 包括戰地5 那戰地5我不得不承認 我下錯一步棋 因為戰地3跟戰地4 其實對我來講 影響非常大 他們是一個非常完整的一個遊戲 非常好玩的一個遊戲 戰地1也是 到了戰地5 可能是大家之前對戰地系列的話 就是因為 那個太根深蒂固 所以 當我買戰地5的時候 我發現到一件事情 第一 你初期的銷售 其實是不好 再來呢 我記得沒錯的話 隔不到一個禮拜 你就開始再打折了 那這對戰地5豪華版 玩家來講 不會是被打 我們被打臉了 然後沒多久的時候 戰地5 可能是沒什麼軟 你今天如果這個遊戲 戰地5這個遊戲 如果說它本身的完成度不高 其實EA你 大可以跟我們講 這個遊戲需要後面的 你一開始的時候都沒有講 你到後來的時候 某個直播主 他翻了那一篇文章 他講說 戰地的社群的經理 他說 他 跟玩家說很抱歉 然後 希望會對戰地5 改進 改進到現在也是沒改進 也是沒改進 話都是你在說 是不是 你當初在幫EA跟太子背書 話都是你在說 對不對 講得這麼很完美 但是 有沒有做到 其實不能完全改進 要關你的BOSS 你在抱EA的大腿 我這樣講是很難聽的 我說的是事實 沒多久的時候 戰地5 打5折 我印象太深了 戰地5打5折 你為什麼會打折 因為那時候遊戲沒有人玩 所以EA跟太子 他就想盡辦法 要讓低價的這種策略 讓更多人去玩戰地5 這是讓我非常 不爽的地方 你遊戲已經做不好 你還在那邊鼓吹 還在那邊用這種 這種價格 打這種價格戰 讓更多人想要去 錄這個戰地5折 那現在那些直播組 那些UP組 那些推特組 當初你們是在捧 怎麼去捧戰地5 就讓很多人半壞我 就是覺得說 這個遊戲好像很好玩 然後就跟著你們 跟風跟著在走 完全沒有獨立思考的東西 因為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我並不知道 我並不知道說 我那時候當時我的感覺是 戰地風雲給我來講 是一個很完美的遊戲 但是當我 玩戰地5的時候 我印象很明顯的是 胡鈺琴的 常常斷線 胡鈺琴的 常常延遲 胡鈺琴的 一開始的時候 戰地5 它的確是有 戰鬥勳章 就是那個彩帶 長長的那一條 後來就沒有 在Beta的時候 我還有看到 然後就一直都沒有這個東西 在玩你們 你們玩戰地系列的時候 就會有那個 戰鬥那個 那個獎勵那個 那個獎勵那個 你們去看一下 之前戰地1 之前的都會有這個東西 但是在戰地5 卻沒有 所以我不認為戰地5 它是一個正統的 戰地系列遊戲 戰地2042 你們到現在來看 有看到那個東西嗎 有沒有看到那個東西 就是戰地之前那個 那個巡帶 有沒有看到 沒有 我目前來看是沒有 我不知道它以後會不會有 但是如果說 它是把 之後才會更新上來 才會補上的話 表示這個遊戲 還是不完整 還是 完成度還是不高 你還是要高後續的 因為後續的更新是 把一些遊戲的一些Bug 一些錯誤 把它修補過來 而不是你遊戲本身 本來就要有的東西 你在用後續把它補過來 這個遊戲就本來就是 這個就根本來就是 讓我覺得說 這個遊戲本來就是不完整的遊戲 戰地2042 會變成這樣子 本來是一個很完整的遊戲 但是它有些東西把它取 先沒有做完 先把你趕牙子上一下 然後那些東西 就是我剛剛講的 戰鬥那個薰彈 你去看一下 戰地1之前的 戰地3、戰地4 都有這個東西 強硬路線也有這個 那個薰彈 戰地5是沒有 但是它Beta的時候是有 戰地2042有沒有 目前我來看是沒有 目前我來看是沒有 如果有的話 你們跟我講一下 我 我在自己打臉 它沒有出現這個東西 如果是說今天這個東西 很多東西 其實 夜代子它也很聰明 就是讓玩家自定義 這些地圖 什麼那些 它就是說我支援給你們 自己去搞 很聰明 很聰明 這一點是其實我覺得說 各有利比 那但是就是說 你其他你要需要再更多的東西 是不是還要再另外課金 微信交易 我持悲觀的態度 我個人覺得 我個人感覺 按照戰地5的 它的那種 夜代子的那種使勁 你放心好 微信交易一定有 一定有 只是什麼時候出來 我們不知道而已 所以說 影片的最後呢 我大概講一下 我目前對戰地2042的 彈向 第一 回歸初衷 保持自己獨立的思考 這是 我一開始 我還沒看小A的影片之後 就一直在強調 強調 一直在告訴我自己 有時候我也是在影片 一直在告訴 告訴一些 我小小的訂閱者 我是一個小小的訂閱者 我不希望 我不希望 我不希望你們受了 某些人的水波逐流 然後去影響到 因為到時候 當你發現到 你被這個遊戲 給欺騙了之後 你才發現到說 當初為什麼不聽某某人的話 我就是其中一個 血淋淋活生生的歷史 當初我沒有聽小A的話 去預購的戰地5 結果 我才發現到 我被人家罵 沒有接受過教育 沒接受過教育 整個遊戲呢 都是花木蘭 全部都是女兵 我不知道我在玩什麼東西 我真的 我不知道在玩什麼東西 第二 微型交易問題 戰地人士有沒有微型交易 你放心 一定有 只是他現在 不敢跟你太公開話 因為你只要一旦公開話 微型交易這些東西 會影響到他們的 預購的首發的人數 然後還有一些 他們的一些金額 然後還有他們的數量 這是一定的 如果今天我是商人 我也會這樣 我會把這些很黑暗的東西 放在等遊戲四處之後 我再講 所以一開始 我大概 我就如同現在的 現在的大陸投資者 很多去大陸投資都是這樣子 如同大陸的人這樣子 今天你要進來我的 國度開發 我什麼東西都給你 你要怎麼蓋都沒有關係 我全部都給你 你要什麼給什麼 等你把地基蓋好之後 等你把物理資源 全部都放進去的時候 我後面一筆一筆的 再慢慢跟你算 一根帶子 我合理的懷疑就是 在走這個路線 我什麼都給你 我開放什麼都給你 什麼都讓你玩 等你已經 陷入進去的時候 然後我後面再開始 微型交易 再慢慢去 去砍你的錢 不要懷疑 EA的CEO安德爾維爾遜 他自己講說 服務性的遊戲收費 是未來的趨勢 你們可以自己去看 這我不誇張 這我不誇張 所以說為什麼他敢講說 兩年之後就會有新的戰地 因為大家 玩家會有一個倦怠期 遊戲歸還玩 大概一年一年半來之後 這個遊戲沒什麼新鮮感 大家都會去尋求 下一個新的遊戲 不可能在一個遊戲中 晃太久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說當這遊戲沒什麼玩的時候 他就開始低價 低價打低價戰 讓更多新的玩家 進去玩新的戰地遊戲 再來 外掛部分 外掛部分的話 是戰地來講的話 戰地系列來講 是一個Tone 可是我覺得很明顯的是 很誇張的是 我在玩戰地3跟戰地4 我很少會遇到外掛 因為戰地3跟戰地4的Burn Buster 他們雖然不是說做得很好 但是至少他還會 所以那個管理員還會稍微 賀止一下 賀止一下 就是說一些 比較 一些外掛 至少他這一點是做得好 Burn Buster這一點做得好 那你戰地的非法那種 那種爛的那個 那個防外掛機 是沒有用 到現在來講 你們自己去看 戰地5 掛歌有多少 戰地的外掛 跟戰地5 兩個是可以 兩個可以披離的 你知道嗎 我很少 我在錄戰地系列的影片的時候 你知道我遇到多少 外掛嗎 有時候我影片其實我已經錄好 其實我正要上傳 但是中間都突然又遇到外掛 我就 我就不知道該怎麼講 我就直接冷痛把影片砍掉 我直接把它砍掉 因為我不希望在我的影片當中 然後出現一個外掛部分 然後破壞了我的 破壞我的遊戲的 我影片的品質 因為我的遊戲 我上傳的遊戲影片 幾乎很多都是可以用2K去看 你們可以 可能有人不知道 我的影片可以用2K去看 因為我本身的螢幕 是用2K的螢幕 所以你們可以用2K 你們如果可以的話 你們可以開2K的模式去看 那我不希望說 你看了這麼好的 遊戲的畫面 但是你卻遇到一個外掛 那我不得不承認 我不得不講 EA DICE的寒霜影星 它真的是很強 它真的是很強 戰地3到現在來講的話 它的遊戲畫面還是很有水準 這是我不得不 不得不認同 EA DICE的地方 它這一點是做對的 它把寒霜影星放在戰地系列 它這一點真的是做對的 然後呢 防外掛機制 你還是沒講 你們直接去看一下 從戰地不知道多久之前 他們就講說 他們有一套防外掛的機制 他們現在不敢講 因為他現在怕講的 怕那些外掛部分 知道他們的外掛層次之後 然後就開始去效仿 開始去更新 因為我覺得這個台子 每一代戰機系列都會出現這個 都會出現這個台子 每一代都有 然後每一代都被外掛打 因為你本身 你沒有防外掛機制 而且大家不要忘記 之前的新聞 EA的數據庫已經被駭客駭了 已經被駭客駭了 已經被駭客駭了 所以說 會不會有外掛 你看一下我之前的影片 Open Beta的時候 人家已經放話了 他會進去 進去那個Open Beta裡面 直接去搞玩家 搞玩家 我要講清楚 講不清楚 人家有在說什麼 最後呢 是否預告戰地可能是 很多人一直在問我這問題 很多人 有些是公開 有些是私底下 因為有些人看我的影片 他有覺得說 為什麼我的影片都沒有打字幕 對不起老子就是不會打字幕 我就是不會打 怎樣 我就是不打字幕 對不起 我不知道怎麼打字幕 不是我不會打字幕 我不知道怎麼打字幕 所以我乾脆我就不要打 然後我就是用口頭訴說的方式 這樣 那我會不會預購戰地2042 等公測完之後再說 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樣 等公測完 公測完之後再說 Open Beta完之後再說 再是否要買 戰地2042 那最後我補充一點 你們可以在我 左上角這邊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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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看到 我的訂購的內容 很多都是Battlefail的 Battlefail的 一些國外的一些 這些 Ups這些 很多 比如說 Lucy 然後 丹尼 然後 這一些 然後Gangspot我也去看 然後 這個是 這個是非常有名 他是 我是比較認同 然後Mate 然後 這些 還有 這些 這些都是 這些都是 我第一次 在 網路上跟人家分享 我訂閱的哪些內容 就是我在追 戰地2042 戰地系列的一些 一些 一些 一些影片 然後這些 他們的一些 國外的一些 這是我第一次公開出來 我要讓大家知道 說其實 我們 不要把我們的視野 被 被 被框在一個 某一個部分來講 比如說 國內的一些 某些個社群玩家 因為他們講的未必是 對的 對不起 我不怕你們講 他們講的未必是 有時候是因為 我只是看了某個圖片 我只是看了某個影片 我只是看了某文宣 我開始就在那邊 當雲玩家 只上談 並講什麼之類的 其實我覺得 就如同小愛講的 他們也沒有真正實際 過接觸過影片 他們憑什麼 講這些東西呢 沒有錯 所以說 當我在看某些事情的時候 我會去看一下 就說 他們這些 國外的這些 知名的 UP組 這些直播組 這些 百萬的 訂閱 這些幾十萬的 訂閱 他們的 想法 他們的看法是什麼 然後 再去做一下 分析說 這個遊戲 是不是 該值得買 該值得購買 或是說 我們要用什麼 觀點去看 這個遊戲 當然你會問我說 說 全部都是英文的 你要怎麼辦 對 這是個問題 全部都是英文的 你要怎麼辦 這你要去克服 這你要去克服 那你要問怎麼克服呢 那就是多看 多聽 多學習 這我沒辦法去 我沒辦法去教 跟大家講 我只是一個小小的訂閱者 我只是一個小咖的訂閱者 也就是 只是一個愛玩遊戲 然後 對 就是只有這樣 所以我沒辦法跟你們講說 到底 那我都會看一下這些 百萬的那些訂閱者 就是幾十萬的那些訂閱者 我今天怎樣就是國外 我不是講國內 我不希望我的視野只是 局限在某些地方而已 我希望我的視野是 宏廣 宏寬的 而不是 讓某些人 主宰我的 小微講的 獨立的思考的能力 我 我有自己獨立思考的能力 我不希望被人家 某些人 意思是說 欸 就是 人家當領頭羊 然後意思是說 我已經體驗這個 我對這個遊戲感覺怎樣 大家可以去遇過 什麼 可以去遇過 不需要這樣 我覺得 我不需要這樣 而且我也不喜歡這樣子 我不喜歡這種 我不喜歡這種 我不喜歡這種氛圍 OK 感謝大家的收看 那 左上角那個 電話的 一夜的財務報告那個 這兩天 因為他 內容太多 他真的是太多了 多到我 實在不知道 該從哪個地方下手 那 我先賣個關子 我會 我到時候我會截取一些 跟我們有關係的 跟在2014有關係的 跟大家的荷包有關係的 然後我再做 影片的 那個 文章的修飾這樣 我盡量把他修飾的 跟他的意識 完全的一樣 盡量把他修飾跟完全一樣 那 我大概可以跟大家講一下說 他們大概有幾個人受訪 也就是說 他們有一些什麼執行長 財務執行官 然後還有一些 一些弟弟口口的那些 但是我好像沒有看到 一夜女魔頭 就是之前講說 沙爾摩斯那個 一夜女魔頭那個 那個 我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那個 他們的好像是 BOSS吧 有個女的 我忘記他叫什麼名字 因為我也記不出來 反正長得不是很好看對不對 所以我也記不起來 影片到這邊結束 感謝大家的收聽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